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应根据临场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高度的接球点 将接球腿抬起 使脚内侧部位对准来球的方向并前行 脚在接触球的一瞬间后撤 并将球接在所需的位置上 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脚内侧接地滚球 但是足球比赛不可能全部是地滚球 也有空中球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脚内侧接空中球 动作的原理跟方法跟地滚球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动作是在空中完成的 也是一个银来球缓冲 另外一个是加力变现的方法 我们来试一下啊 来 摇摇 大家看看啊 银侧缓冲啊 来 大家看看 缓冲 OK 来 哎哎哎 银侧缓冲 看到没有 缓冲 看到没有 缓冲 缓冲 来球的力量 缓冲啊 看到 来球缓冲啊 哎 缓冲 看到没有 缓冲 看到没有 来球缓冲 我们 我们这个所有的动作啊 比如说我们 迎侧 这叫迎侧动作 迎侧接引 那球 来的球 在逐渐跟球 跟脚接触的过程中 把它的动量缓冲下来 它本来很大的力的 啪啪啪啪 缓冲下来 知道吗 来 再来一次 缓冲啊 看到没有 缓冲 部位正去啊 然后这个时候 缓冲要松弛一点 缓冲不要成固体 固体把它弹跑了 这个时候 脚和缓冲的部位松弛一点 缓冲下来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